早啊姐妹们,又是新的一天,打算吃什么呢? 今天是我的放纵日,差不多两个礼拜会有一次 所以跟朋友们的聚餐呢,也基本上都会排在这一天 早起的第一件事还是框框喝水 因为今天要一大早去参加活动嘛,时间稍微有点赶 所以提前一天就买好了早餐,牛肉帕尼尼和布丁水果碗 简单吃了一下,垫了垫肚子 帕尼尼我还是蛮喜欢的,就是热量也挺高,平时不怎么会碰 不过今天是放纵日,所以就无所谓了 炫完就赶紧化妆了,依然化了个汗在我脸上的自然淡妆 换上了粉色长裙就出门了 今天去的活动是GHD的现实门店 他们和粉色丝带联合做了个工艺活动 到店以后简单逛一逛就开始做头发了 用的就是他们这次的新品Pink系列 我觉得颜色还蛮好看的嘛,就是这种粉粉嫩嫩的 应该没有女孩子会拒绝吧 这个假版讲真我老早之前就看上了 除了贵一点,其余真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又可以做直发造型,又可以做卷发 不伤头发,操作还简单 手餐档也是可以弄得很好看的 卷完头发就到中午了,就近找了个地方炫午餐 我点了一个荞麦面,沙拉,还有蟹肉塔塔 都是好吃不胖,比较低卡的类型 我是个彻头彻尾的碳水面面脑袋 减脂维持身材期间呢,想要吃面又不想长胖的话 就只能吃荞麦的了 混了点酸酸甜甜的油醋汁 夏天吃起来也比较爽口 还有这个蟹肉塔塔也蛮好吃的 搭配着牛油果,我一口气直接吃了三个 吃完午饭就回到活动现场了 因为我是2023年的公益传播官 所以就上台领奖发言 表达了一些自己这些年对女性成长 女性力量的感悟 女孩子们真的要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 从内到外都要健康 阳光积极起来 结束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 回家换了身衣服就出门了 晚餐跟朋友约了一家烧鸟店 环境还不错,感觉比较适合约会 强烈推荐你们这个鸽子腿 油滋滋的太好吃了 还有海胆塔塔 入口后的甜甜清香 真的好上刨哦 像我这样的海胆脑袋 是不可能放过任何一个海胆的 结束以后又被另一拨朋友 抓去吃了个云南bistro 讲真哈,不是特别好吃 每一个菜我吃了一口就不想吃了 直接给你们拔草 今天的放纵餐算是吃爽了 等着我的就是明后天的努力锻炼了 下次再见哦,拜拜 拜拜